我是史豆瑞小姐 请大家记得按赞打开小铃铛哦 这是小B 是一家资金雄厚的科技公司商业分析师 最近他公司并购了业界最大的电脑品牌爱恩 今年小B的爱恩公司副总经理大批 给他的其中一个目标 是提高公司的营收10% 小B非常的苦恼要展开什么专案来达到目标 于是决定找主管大批讨论 小B就询问大批说 关于提升公司的业绩 不知道你有没有什么想法 大批回复说 我认为从缩短物流流程着手 会是不错的方式 小B想了想就问了第二个问题 为什么缩短物流流程 可以提升公司的业绩呢 大批说 因为其他同业的物流都在完善 如果流程太长 客户就会流失 如果物流缩短 客户下单的意愿就会提高 想象是PC Home寄商品 但三天后才会收到 你会下单吗 反过来24小时就可以收到 下单意愿会不会增加呢 小B继续问第三个问题 那大批 你觉得我们的流程为什么会这么长呢 大批接着回复说 因为很多部分都要靠人工作业 客服回登订单资料时 常常资料错误就花更多时间 接着小B问大批第四个问题 那为什么不让客户使用网络下定 让客户自己填写 正确性不是更高吗 大批无奈的说 因为我们没有让客户下定的线上系统啊 听完大批回答 小B问了第五个问题 那为什么不建置一个购物网站呢 大批说 因为建置成本可能很昂贵 也许受益还不及所投入的成本 这块需要详细评估 你是公司的商业分析师 不如就交给你来评估吧 最后大批赞美小B说 小B很棒哦 借有一层一层询问事件发生的原因 了解造成问题的根源 小B刚刚使用的就是五个为什么呢 通常解决问题 会需要启动一个新专案 但是必须先找到根因 才能有效且根本的解决问题 因此决定新专案要做什么之前 用五个为什么来作造因分析 是不错的选择哦 在这里也提醒 五只是一个代表数字 不一定是问五个问题哦 也许三个问题就可以找到问题点 或也许五个问题也还没有找到真因